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日前邀请到长荣交响乐团 在普里镇艺文中心举办无烟音乐会的活动 并在现场举办无烟宣导、流感接种以及连镇宣导等活动 希望借由音乐会的举办 更落实乡亲对于无烟环境、反独以及连镇的观念 县议员王彩云感谢县府能够在普里举办这场高水准的音乐会 同时能够结合烟害防治的宣导 让普里乡亲能够了解烟害防治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普里证明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会的欣赏 肯定林县长还有我们卫生局对无烟剧烟这个活动 让我们所有民众来了解 直到我们抽烟对大家身体是非常不好 听着台上交响乐团兼采的演出 先议员吴国昌感谢县长 能够安排长荣交响乐团来到普里演出 让普里证的乡亲也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交响乐团演奏的优美乐曲 国昌特别 brief显점来来呆창来呆辛 所以说今天这个演出非常成功 也要佛洋在于我们这个管理会的用心 来欣赏我们的长榮交响乐团 对我们的这个加工 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无缘的空间 鲜业尿之城肯定县府卫生局的用心 除了让乡亲能够欣赏到高水准的演出之外 也能够让乡亲明白烟得慧爱 所有大宝里地区的民众 可以感受到国际级的交响乐团来这里 可以在圣诞节前世 多过一天很快乐一日 透过这个话题来宣导 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不要吃饭 可以让乡业这个世界 这是应该是要扩大来办理 先议员许阿甘肯定县府的用心 并表示音乐能够洗涤心灵 若是能够透过学习音乐 也能够教导血统远离厌害 以及毒害 现在的毒品可以很泛滥 那我们希望借这个音乐来 带动孩子们的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兴趣 能够带动我们的社会的风气 大家都能够往这个好的兴趣来发展 远离毒品 不要有这个烟害或者是毒害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进步 更祥和 副医长派一全肯定县府卫生局的用心 也呼吁乡亲要重视烟害的严重性 减少及避免制造二手烟 让乡亲都能够有一个安全无害的生活环境 记者陈文一普利采访报导